新一区公所开办的新著名美术班 学员以《画我家乡》为主题 展现丰富的成果作品 正在新一区公所一楼的文化艺朗展出 新著名美术班指导老师刘伟华 同样是新著名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透过蜡笔、水彩与拼贴等多元的方式 指导学员们描绘出家乡的风景 这一次呢我们的题材是《画我家乡》 就是以自己家乡的建筑物 然后风景 还有一些特色的传统节日 或者是生活的场景作为题材 那因为学员大多数都是没有绘画基础的 所以我们运用的创作的方式呢 是很简易的可以容易上手的 那我们有安排这个素描的铅笔 它的画材很简单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用拼贴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收集一些不同颜色的广告纸 然后呢通过拼贴我们的建筑物 然后背景再搭配水彩 也可以呈现很好的效果 那还有一个是用蜡笔搭配水彩的方式 通常这种方式呢是在儿童绘画方面比较运用的多 但是小朋友操作起来容易那我们大人就更好发挥 所以我们还有一张就是用蜡笔加水彩的方式作画 我们这一次的就是来自三个地区的 一个是大陆地区的嘛 那都是很多不同省份的都有 然后远至新疆的啊 然后比较内陆地区的也有很多 然后还西安的啊 山西的啊 山东的啊 都有 像我是湖南的 我们有好几位湖南的同学 然后再来有两位香港的 然后有一位菲律宾的 我这个手撕画呢 就是叫撕贴画 用广告纸啊 这个撕下来根据它的颜色的那个拼贴 然后我是拼贴的那个威海味 这个叫威海味 大陆已经就叫威海 它的海草房 就是它的屋顶呢是海草 很厚的海草 那个是海里面的草 然后墙呢是石头砌成的 当地人说呢是冬暖夏凉 现在呢他们也是作为一个像古籍式的 我也是特别到渔村去看到 有些公园里面呢 像市区的公园 它有时候可能会弄一些亭子啊 或者再造一些这样的海草屋 海草房 试得很疗愈 因为不在于你的技巧如何画得怎样 但看到自己有个成品出来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 哇我也能画成 我给我的亲友 给他们看 我亲友里面也有一些专业是画画的 哇你还有这个水平 真看不出来 我说是逼出来的 广告纸的话呢 因为这是第一次 我说是我的卓作 后来也是在老师的教导下就知道嘛 比方说那个它的颜色的 那个怎么区分呢 你比如说它是黑线条的时候 你就尽量用一种颜色弄成一个线条 你像那个屋顶啊 你也用一种颜色就大致的嘛 就说上面有字也没关系 就大致是这个颜色 你给它区分开来就可以了 这种体验也蛮棒的 新著名美术班的学员们来自中国 香港和菲律宾 画作中可以看到香港的钟楼 还有菲律宾的阳光与海滩 欣赏一幅一幅的画作 也仿佛展开不同国家各地的旅行 刘伟华老师也透过画作 来介绍自己家乡湖南的日常美景 那我呢一共有三幅画 那我的素描画的是赛龙舟 那之所以赛龙舟呢 是因为我的家乡在大陆湖南的蜜罗 那蜜罗江跟屈岩那么的息息相关 然后我们传统节日端午节呢 也是从屈岩的故事延续而来 所以我画龙舟赛龙舟 这一个传统节日 或者是说我们那边的一个生活场景 就非常的具有我们蜜罗的特色 对代表特色 这是第一章 那第二章呢 我有画岳阳楼用拼贴的方式 拼了我们家乡的岳阳楼 那蜜罗它是属于岳阳市管辖 那岳阳市是比它高一级的行政单位 那岳阳楼呢 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从宋朝的时候就很有名一直到现在 而且它也是非常有名的木质建筑 全建筑全部都是由木造而成的 所以它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我就建筑我选了岳阳楼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乡的 我生活的那个地方 随处可见的风景 因为我家住在洞庭湖旁边 洞庭湖旁边每天都有人会汽水啊 捕鱼啊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在夕阳下捕鱼的场景 通常都是白天会很热 夏天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比较凉爽一点 然后鱼儿呢也愿意从深水处到潜水处来活动 所以鱼民在这个时候会撒网 然后会那个布阵 那还有一种就是用鱼网插在那个湖面上 插在湖里面 然后隔一个晚上就像陷阱一样就会捕到很多鱼 所以那个是对我来讲 非常随处可见的一个井很美很美 虽然简单 但是跟我很亲切 从小热爱美术的刘伟华老师 很高兴能与信义出工所合作开班授课 推广创作的技巧给更多新著名朋友 那关于我为什么喜欢画画这件事呢 它其实有可能是一种天赋 也有可能是自己从小的一个热爱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画 然后就是连自己家的墙壁没地方画了 还跑去邻居家的墙壁上画的那一种 那所以很自然的 在小学中学大学求学的阶段 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的好 然后也家人不是很支持 可是我自己很坚持 我就是要学画画 我就是要画画 所以也很顺利的 我就一路就是美术班 然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 那毕业之后呢就当美术老师 那那个是在来台湾之前 来到台湾之后呢 其实我一直还是很想要教画画 但是因为可能环境的关系 我不是那么的容易 但是通过跟区公所合作 区公所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 然后我就从刚开始的时候 两个同学三个同学 那后面五个同学七个同学 到现在区公所就是向所有的新住民招生 可以这样二十个同学 二十几个同学 就慢慢慢慢的成长 然后我在教的过程当中 把我对画画的理解 然后再传达给我们的新住民姐妹 然后让他们也有所收获 这就是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很开心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一直让我很感动的 就是说凡是有来上我们画画课的同学 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那个态度 都是非常的认真 积极的 自我要求也是很高的 然后像这一次线上课 那我跟同学讲 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不是上课的时间 私讯给我 我都OK都知道 那有几位同学几乎天天都问我 老师接下来我要怎么画 所以这些同学认真的态度 就是真的让我很感动 也让我决定说 只要我们这个班还可以再继续开下去 我一定就是很认真很认真的教下去 老师是教得不错 我这是第二次 我也没有任何绘画基础 这是第二次上课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那简直是急得浑身冒汗 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然后我就发现人的潜力还是蛮大的 最后每一个都能逼出点什么东西来 因为老师可以随时可以指教你 那这第二次呢 就有一点印象有点概念了 比如说那个素描啊 灰 黑白灰呀 它的颜色的怎么渐进呢 然后那个蜡笔呀 它是比较那个色彩比较艳丽的 然后那个水彩呀 它比较灵动 所以呢就 还有那个橡皮擦怎么应用 那个卫生纸都可以用 卫生纸可以擦出云来 所以就说 有学跟没学还是大不一样 老师呢也很耐心 你有什么问题 反正随时去问他 他都给予耐心的指导 只是说后来这几节课呢 因为是要 要线上教学了 老师当然更辛苦 他说的更多 那就不像当面指导 是吧 这也就因为疫情嘛 没有办法就这样 我们就发挥更大的潜力吧 透过画画创作 学员们一方面可以抒发 疫情下的思乡之情 另一方面也展现出 各地的风土人情与文化 画我家乡的展览 展出到6月30 欢迎民众到 信义区公所一楼的 文化艺廊来欣赏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赏